她说去到张牟杨家 我两个姐姐也在我的附近也嫁过女儿 跟你说实话 我姐姐家 我大姐家三个女儿都嫁了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要求男方 怎么样怎么样对他们的 我自己家也嫁过女儿 也没有这样过 我自己家女儿也没有给我一毛财礼 也从来没有给我有什么礼节 她爸爸妈妈没出来打个工 可能就是相信了老一套 要财礼啊 要什么礼节啊 什么那样这样那样的 我们的就是想到 只要他们过得好 我们就不想去讲那么多 最简单的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她还有两个姐姐在我们老家呀 就是我大姨我二姨 你可以问啊 可以问周边的人啊 啥都没做 这最基本的你热情 你得拿出 男方你得拿出姿态呀 你跟人家说 咱们两个小孩结婚 我们该办点啥呀 亲家间谈婚论嫁的首次见面 是何等重要的大事 张女士却表现得 很懈怠 这让小陈心里凉了一大截 好在岳父母没计较 婚事就这样落地了 按理说 儿子结婚 婆婆本该是最高兴的 张女士偏偏不按常理出牌 她的举动 让小陈都哑口无言 我们在深圳办婚礼的时候 在酒店里面办的 从酒店 订场地 然后到那个婚礼 各个环节 车子啊这些啊 他们什么都没有管 全是我们自己的朋友超次的 就中午 他们来吃了一顿饭就走了 他就像亲戚朋友一样来 吃了一顿饭就走了 也没有提出帮忙 也没有问你有没有需要帮忙 我觉得在认知里面啊 这种事情都不需要说的 爸爸妈妈你们来帮一下忙 这种事情好像说出来 都很好笑一样 那个我是没说过 这个是我的缺失 因为我都说了我不懂嘛 在外面一直这样子做事 可能很多东西 我就这个东西是没做到位 是事实 没有帮儿子操持婚礼 张女士现在想来却有不妥 不是她不重视儿子女友 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从来没有说 直接现在对她女朋友 有一点点的伤害 虽说小两口没领证 张女士表示 她始终把准儿媳 当女儿一样对待 只是儿子和儿媳都不领情 其实我对她很好的 每次我们一共回去了三次 在家里 他们都是随着我们煮好饭 洗粘水打好咬到那里 饭煮好筷子放到桌子上 再起来吃饭 冲凉水那些 全部是我跟她咬到那里 衣服都是我帮她洗的 她从来不找我说话 但是我要去找她说话 每次她穿过裙子长的 走到我这里来 下个梯子我就会教她 慢点啊 小心不要摔跤了 她帮她洗过一次衣服 就给我发信息 你老婆的衣服都是我洗的 因为我们去过三次 这三次都是非常非常的巧合 第一次是因为她怀的孕 第二次是因为她小惨 第三次是因为她那个月经期 这三次刚好就被她碰上了 你妈妈刚刚说的那些 她做到了没有 肯定做了 这百分之百的 我绝不说假话 做到了 我就说了 就这么三次 就这么几天 这个不算什么 因为刚好遇到 一样的呀 她说你看这个真的是 有一点说瞎话了 人家才跟你相处这么一小段时间 就非常对你就非常不满 你说你做的是什么 那还不是你 我都说我做到这个地步也可以了吧 孝顺 你只回家三次 妈妈这三次 不管是巧合也好 怎么样也好 如果她都做到了 这样去照顾的话 那为什么你 那个时候你的老婆 还会觉得她有那么大的意见呢 包了汤 我都端到楼上去 意见从哪里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从她知道对方怀孕 一直到她小惨 她才去医院看过她一次 我们双方住的距离呀 可以坐地铁 就是几个站的地铁 那我又插一句吧 老师 我是坐工厂的 两三个月都不放过星期天 每天晚上加到十点 我能坐吗 但是我也有划过信息啊 我刚刚都说了 我划一次信息 人家回一次给我 从来没主动给我发个信息 如果我是这个角色的话 我会怎么干呢 打开大众点评 看到附近有什么比较好的汤 你在哪里 我给你点个汤过来 人不一定要去的 人家感受到你的心意就行了 这个季节什么水果上市了 拿手机一看 给你鸡蛋过去 你这样子做一下就行了 其实说白了 她也不缺钱啊 连收入打底啊 都是二十多万打底的 这个是最低最低的收入 你要的是太多 就是说她其实不缺钱 你的意思是说你更想让妈妈应该有更多的情感上的关怀 关注 对啊 我母亲想的是什么呢 她认为她跟我关系不好 我也不太懂 反正我不来干涉你们 你们自己爱怎么过就怎么过 我从来没有说对她老婆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一直说只要我儿子喜欢 不管是怎么样 你们只要高兴就好 后来我一跟她打电话 打电话她就没接 她就帮我跟我儿子以前发的信息 全部截图发给我了 也是全部的指责我 她就感觉到我是伤害了她嘛 为了张女士 你有期待过说 希望儿子儿媳妇对你也很好 也能够嘘寒问问暖安 这个东西我都无所谓 我只要她过得好就好 不要让我担心就好了 作为一个母亲 会没有这样的需求来 就是因为她自己的小孩 儿子我爸你看得太透了 我不期望 她就是她影响的嘛 说她妈妈不好嘛 自私嘛 最后跟这个女朋友 跟你应该算是前妻了分手 跟妈妈有关系吗 说真心的是有一些关系的 因为我们俩感情不合 然后我又想到 我自己的大家庭感情也不合 那人就矛盾来了 干脆就都不要了 自己一个人过了 就是如果我的原生家庭好 对这件事情 它是有 对我跟我前妻这件事情 是有拉拢作用的 我说明天我也是一样的 我又喜欢这样的那种 我回家庭感情不合格